大家好 現在站在元朗的街市位 就是12月8日星期五 下午2時左右 就是這個合憶廣場拍攝樓上整棟大廈 這裡很明顯是人來人往 這個合憶廣場雖然是拆受了 但後面是旺很多 裡面有很多單城郊 我想和你走過一次 剛剛拍攝完那個右一新城 右一新城那邊是半個死場 少少死的時候開始翻山 但那裡的店舖很細間 40呎 50呎 60呎 沒有原因吸引人上 所以為什麼會變成死場 而且如果盡量有些劏場 別人買整間茶樓回來 整間老人院回來 怎樣劏出來再給你看 你要很小心 但我不想得罪任何人 不過總之就是投資方面 盡量希望賺錢 但現在我站在這裡就是合財街 那邊就是茅丹街 這邊全都是街市位 這邊再轉過來給你看看元朗新街 對面這個就是同益的街市 這裡整個合憶廣場是行地 之前就賣了出來 怎樣套現 再拍一張樓上給大家支持 進去有幾間店舖成交了 我就想拍給你看看 我覺得也挺有趣的 有些學習 這裡的店舖一樣都是拆牆 但為什麼仍然人流人往 一邊成交 也算是有錢賺呢 有幾個原因 一進來的時候 你看到這些店舖比較大 那裡的時候 從這個位置進去合財街 穿過去那邊就是大堂路 大堂路就是千色店那邊的時候 那邊有一間吉人家 為什麼人家進來要穿過去 所以裡面這些店舖全部都很好租 下面呢 每間店舖有千多萬千多萬 去到那邊有一間 大概一千五萬之前成交了 我給大家看看 現在上去上面 這個行人扶手電梯 剛剛之前又在動 在這一刻就停了 那起碼有一個扶手電梯 就是一個這樣走上去 一個走上去 另一邊走下來 那起碼一件事 那些人真的不用走那麼多樓梯 那你一客人不知道 為什麼要走樓梯 但是香港人是這樣 你走到三級的樓梯的話 的店舖 我都叫你盡量不要買 因為好像有一身城 走那麼多級上去的話 那些人一定是懶 而且上面 除非你很大的原因 你有一個食肆吸引人的地方 如果不是 就盡量買一些店舖 不要超過三級的樓梯 但是 行人扶手電梯上 行人扶手電梯下 那些人很舒服 而且最重要是 那些人上來之後 在另一邊 又有本地的電梯 又會再下回去 那下回去的鮮飾店 那頭真的有個大堂堂 那些人上來四通八達 也會比較好一點 再上來 轉眼給你看看 那裡有個759 這個藥巷 這裡有些什麼蒸腳點 眼鏡舖 那間舖比較大 那我上數給你看 這樣成交了兩件事 哇 一邊走樓梯 一邊說話 有點喘氣 幸好每天都要運動 每天都要運動 運動 四十五分鐘 起碼要做不同的運動 要保持健康 除了看布 一定要保持健康 健康非常重要 好 看看這間 這間店 前一陣子 就成交了七八萬港幣 這個就是這個色字的 門闊大約十尺 心大約十八尺 你看到圖籍的了 這個正確地址 就是合憶廣場一樓B 一百二十號鋪 賣出了七八萬 這裡不知什麼 寫有什麼拼圖 專門店 不是很專門 不是拼圖 總之是一個首飾店 已經在裡面的樓面 這間就成交了七八萬 好 再轉個圈 我覺得可以的 成交七八萬 再轉個圈過來 另一間 又是差不多時間 都是成交了 早一點 就是另一個位 我展示給你看 就是轉過來這邊 這間 就是SH Fashion 這間 這間 門闊大約十尺 深的時候 大概是十一尺 十一尺 十一尺 就短一點 那一間 就是SH Fashion 那時候成交了五百三十萬 說的是 一萬四元 就是三千一尺 回報 那這邊 就比較off 因為那裡的人穿過容易 這邊穿過 就off了少少 要兜少少爐 但都OK 人來又沒什麼鋪 你看著這間 就是B123鋪鋪 這個位置 SH Fashion 這裡的位置 好 再走下去 那不多話 再穿回到這邊 你看看這裡 窄窄的一條巷 那這些就難搞些 但是這邊 走過來 都OK的 都闊一點 這條舖 就深刻走到這間 就會比較細些 但是小小地得來的時候 都叫做有來去水 有些白浪 能夠做到 那些人上來的時候 可以穿回去 所以都人來人往OK的 前面呢 有一間的中銀 所以一般的商場 不是全部不能投資 我自己少投資 但是我覺得 如果是比較死通八達 上來又可以下回去 又不會上到來的 一條扶手電梯 不知道找一個後巷位 一個後巷位 又會鑽回去 那些人就不會上來的 而且那些店舖比較大間一點 雜 沒有所謂 有些連鎖店 好像剛剛759 有間這裏的Ecosway 有間這個的中銀 有些運動用品 旅行社這些 給人家有些信心 There's a reason why 人家會上來 再下回去 帶你去看 來到這個扶手電梯 下回來 你知人 香港人懶 走兩三步的時候都懶 所以兩三級 應該 所以這裏就 這裏 這裏叫做OK的 再回到元朗的時候 現實地 在市中心這裏 即是元朗的大唐爐 某單街 你動到每一間店 都起碼幾千萬 對面的吉野家 好像要億幾 說回報 一泥都不夠 很誇張 所以上面有間店 3.1泥回報 變成這樣貨式 會幾百萬貨幣 你想怎樣 所以你問我要給我分數 我覺得都不差 那這裏 我來看看這間 這間 這間就現在買了一千五百萬 就是這間的王口時裝店 這個門面比較寬 門面差不多二十尺 門面差不多二十尺 深的時候 大概是十尺鬆一點 看看這間扶頭 這邊就穿過去 那裏就是合財街 街市位 所以穿過來看這裏 就是這裏 這裏 我正在拍攝店 多謝 因為最近有些成交在上面 多謝你打招呼 我出去再拍一些 多謝你 多謝你 進來等下跟你打招呼 之後再過來 再出來 再出來 裏面不多說 有個管理員在這裏 怕我真的被人罵 好 再看 出這裏 你看到人來人旺 這裏合憶廣場 這裏就是元朗最旺 新街 和這個賣戶單街之際 所以上面 如果你問我 五百三十萬成交 七百萬成交 真的不差 有間店在樓上 元朗市中市 相信元朗人口的增長 也有差不多 我也可以投資到 所以我給我分數 五六分以上 商場鋪我不是太過買 我只是投資地鋪 不過可有明白 百幾百萬貨幣買這些 我已經千息會了 元朗 所以到這個元朗 就很厲害了 那怎樣投資的時候 最好就是下面這裏 千萬元 但是再上去上面的時候 就去到幾百萬貨幣 就差一點 價錢又便宜 合憶廣場的時候 終於英文就知道 給大家一個資質 最後的時候 再說一次就是 恭喜買家 恭喜買家 幾萬萬貨幣在元朗市中心買 頂出版的 启鎖 頂出版就是 修科 一頂出版 請 感谢观看